大家有没有曾经很介意的过往 介意的太多了吧 比如说 就说我不会演戏 所以你一定要拿到双试后 没有 我想过放弃的 但是因为接着拍有合约 接着拍 所以 所以就没时间去再烦那个事情了 然后就自己的进步了 就讲大嘴子这件事 一开始大嘴的初心 我是喜欢这个特色 但后来变可能变成热搜 变成什么 变成有目的性的 我会觉得这个 不是我原本的初心 不想成为你这个标志 对 其实我除了嘴巴大以外 我还有很多地方很大 有说耳朵 眼睛鼻子都蛮大 我知道 对 你的嘴最小 能到什么程度 我想知道 这有没有一条小队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只有幸运 但是我觉得幸运 是建立在努力的基础上 才会有的 对 有的时候 我就心里有点河灯 像那样子 你有没有因为一条评论就哭 没有 那都没有 我会因为很多很多公众号 水军号哭 一条都不知 大家登场可能会在热搜上 挂个一天两天 还好 就都已经过去了 不开心那段时间都过去了 反正现在开心就好了 再吉他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